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展示明度,降低直接货客成本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激光切割行业关于FB增粉技巧。给大家分享下。 Tips 1 细化Laser Cutting主页运营内容。分享下为这客户制定的45天运营规划。其实就是做到有方向有细节保证。当然最后的收获也不错,增粉2万加。成果。 Tips 2 打造Laser Cutting专属视频运营。 打造Laser Cutting特色化主页,营件高质量产出体系。是提升关注度的利器,对于视频营销时代。再结合Laser Cutting行业的产品特色。单图往往不够震撼,不能体现机器性能和型号区别。所以运用视频运营,提升FB关注量尤为重要。目前企业宣传视频。MG动画视频以及短视频是目前FB比较受欢迎的内容。 其中Laser Cutting选举比较多的是企业宣传视频和短视频的视频。以短视频为例,我们看一下运营效果。 自然覆盖人数1930,互动次数171数据都很给力。 这里重点说下视频内容。不是我们随意拍一段视频就能达到理想数据的。所以视频角度和内容制作给到大家我们视频工作组在帮Laser Cutting企业拍摄时候的一些建议。 Tips 3 巧用网站流量增粉。试想如果你还刚好做了搜索推广或者SEO。网站访问量又不错,那好,这个方法对增粉绝对奏效。 关于添加方法,大家可以留言给我。会有专门技术人员指导哈。 也可以关联其他高流量社交平台,例如LinkedIn,Instagram及WhatsApp等平台用户到你的Fastbook主页。这个需要广告来帮忙了。 Tips 4 群组增粉心思路 好多人可能还不知道。Fastbook小组其实是一个免费获取流量的重要渠道。并不是我们直接进组发帖就能得到回应。正确做法是。 一、搜索方式要选对。可以通过关键词Laser Cutting或者关键词加国家搜索添加行业小组。 二、尽情切记、疯狂发帖和加好友。正确的做法是。 原设要选好,发布身份使用Laser Cutting主页。原设定位可以是Laser Cutting行业信息资讯身份,定期行业消息更新,或者技术视角。 专攻产品核心技术优势信息,其次就是坚持更新频率。 你会发现你的主页关注度会在不经意间增长。 这俩的关注者质量一般也比较高哦。 推荐几个Laser Cutting小组关键词。 Cutting Pipe Seal Plate Import Export Alibaba Exhibition和Canton Fair Tips 5 开通广告100倍提索增赏。